声音丝 他跟同一个万语对象 在一起超过五年 我 我 我一直在等一个道歉 从去年到现在 如果他跟我道歉 我希望可以好聚好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到晚在线上 就是叫别人要原谅的人 也许你们只看到事件的表面 孩子跟家是我很重要的一切 我没有任何的放弃的心情 国中宽早控投吃女员工 还满学历 可以揉离婚成功获赔40万 看我的水果圈 答应我的不用钱 水果妹可以揉怀疑老公出轨 管制延长赛达了四年 二选判准离婚 国中宽得赔40万 我说叫你敢还赔钱 不然我就要死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变这样 但是这样就够了 因为他真的是有委屈 不要再这样伤害双方 可宇柔2011年 嫁给经营日本料理店的名厨郭宗坤 2017年老公被爆头吃自家女员工 两周在外过夜三次 却变称自己是睡在楼梯间 可宇柔因此肃请离婚 并求偿120万元 虽然郭宗坤一再坚持自己清清白白 2019年一审仍判准离婚 得支付柯宇柔精神抚慰金40万 谢谢关心 家高有动手 有动手吗 之后勒 郭宗坤不服再上诉 14号法官驳回 维持原判 全案人可上诉 高院民事庭审理后 认为柯宇柔婚后 使之郭宗坤真实学历 而且他不认同郭宗坤 长期吹嘘浮夸的言行 已达难以沟通的程度 柯宇柔看到小孩逐渐长大 住家空间不敷 使用考虑郭宗坤财务状况 因此与母亲合力购买新屋 柯宇柔彩行夫妻分别财产 滞后郭宗坤就扬言独居 柯宇柔多次邀约 共住新屋 郭宗坤仍拒不同居 对此他未接电话未回讯息 甩不了心腹骂名 倒是餐厅更新了好料动态喔 可以柔则回应 感谢司法 感谢法官 让我看见公理正义的存在 一二审诉讼 已创达四年半的时间 现在只盼他能放下 成为合作的父母 我有非常明理的爸妈 对 他们说的什么 他们那时候其实跟我讲 离婚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他说你做好你自己 我们行得正做得对 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他甚至只是跟我说 你没有做下这个决定 下半辈子都不会快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觉得你说 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孩子 我想绝对是会的 但是我们尽量用乐观的 也不要让孩子觉得 他跟谁有什么不一样 你不觉得他们就不觉得 对 其实我觉得大人的心态 还是很重要 你会微笑放手 说还不肯让我走 我修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